下一套,我不是想要求,我個人強烈要求他插 好,先說神之,神之道的世界 神之道的世界,女神篇,即是動畫第三季,中間OVA不算 用回漫畫中的女神篇作為動畫化,只有季來用的 是的,亦都是說主角,因為要找回 因為其中一個是阿波羅神,其中一個是被人集定 然後就忍了,結果要找回其餘的五位女神 原來五位女神找到貴馬攻略過的角色 其實女神篇版畫也算挺長的,還剪了很多內容細節 其實最主要是尖川天理,之前有OVA出過 簡單來說,前面兩季賣不好,OVA賣得好一點 教學館再做多一集,第三季就要喊出去 OVA繼續OVA論,天理她就是女神的部體 他跟貴馬說,其實集齊了六位女神 七位混亂之下,女神就可以想辦法封了地獄 不過之下,貴馬就可以不用再封了女神 其實對貴馬有利的,所以貴馬才會答應 動畫完全是蒙誣的 你也知道貴馬是玩遊戲機的,誰會理你們的東西 但是貴馬那時候,我記得貴馬有說過 因為他跟Alice的另一個說過 他問他有多少隻猶云,他說有六萬隻 怕人就嚇到他的命都沒有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這個故事有點Bug 因為貴馬這麼久以來,你說他工量不到 他說一工量不到,他就要斬頭了 但是他是完全沒有掛過那些東西 我懷疑斬頭這個 我當漫畫一說,最終斬頭了 斬不斬頭呢,騙他而已,你猜真的斬頭了嗎? 就是Hakuwa 他那次不是Hakuwa 那要找這個女神,女神的特徵就是 因為女神是跟書人出來的 所以懷疑是之前過去攻略的女神裡面 可能也是女神的 用這個基準為完整開始攻略 當然,其實我都說了 貴馬開頭的時候,在漫畫上也有說過 是他怎樣去用一個排除法 是做了很久才找得到 而不是好像現在這樣 一早已經可以剩下六、七個人而已 簡單來說,就是天理說完女神 要找人之後,貴馬不會怎麼理 他都要攻略其他女神 攻略之餘,再找其他劇情 然後就是中地才開始 卡羅被人襲擊 那動畫當然中間已經斬了,不知道為什麼 是的,中間斬了很多就已經很難明白了 然後他就找這五個人 就說要同時攻略了 要一個星期內搞定 正常的,因為始終我都知道 卡羅是被人刺一刀 生命危略帶食 要找這麼多姊妹來幫忙 其實要快是對的 但動畫節奏好像就沒有漫畫那麼好 因為漫畫他怎麼說呢 他單每一周 雖然說漫畫好像月刊 然後有好四萬的節奏 他每一集放很多劇情、節奏 玩過後,逐個攻略的 但動畫就每一集好像C.G.M.S 其中一個特別是月夜 阿傑 阿傑 和阿尼 其實是三集 一人一集都搞定 最大問題是月夜 傑也好 這些動畫之前沒有做過 我當你一個動畫的觀眾 你沒有看過原作 你其實不知道他們兩個在做什麼 突然又說回以前的東西 以前在做什麼 誰知道你做什麼 即是你連個人的背景代色 你都不是清晰的 你又說攻略完了一集 那你就完全沒有感情 太短了 即是你沒有什麼印象 而且因為起初那個排除法太快 你變成一早已經排除了 只剩下那十幾個不是 你變成人很難明白 因為你之前頭兩個時候太快了 是最多兩季動畫太慢 是金月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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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記得說了幾個 就是我們不知道你是開什麼慢 就是我們之前說 覺得嚴急的 可能第一養習的暴美 也算是慢一點 因為她就是三倍速飛 所以就變成出現問題 當然 我們說回最後 其實最後糾結於最後 阿Yumi 即是暴美和B2Pencil的簽寸 最普通的女生 那個問題 其實整個女神編最重要是簽寸 我記得是傳聞來的 其實動畫第一季的時候 楊木已經在畫了神招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聽好了故事 她買了這首歌 她買了版權 她打算叫動畫組做簽寸角色曲 因為動畫都沒有用 後來漫畫用回這首歌 然後動畫再用回 不過她應該一早已經聽好了故事 可能我懷疑那時候已經聽好了女神編 過去已經聽好了 不過她那時候已經聽好了 其實她是最難攻略的角色 因為她是最沒有特性的角色 她有說過 因為那時候在漫畫都已經有寫明 她是最難攻略的 只是桂馬是最難不明白的 怎樣啊 所以據說的時候 我們也有時候會懷疑 這個可能是否最最後的角色 結果大家都知道 如果看完之後 原來這位齒羅 根本就不是女神 根本是桂馬攻略錯了 其實很大問題 大家也知道 這次看OP 當你沒有看原作OP 有六個女角 七個女角 女神只有五個 即是不夠餅分 那誰是呢 其實最後一步 像千尋兩個人 動畫就完全沒有了 其實慢慢報了很多劇情 她兩個真的有情 講了很多集 前面可能運動會也有講過 動畫沒有了 之後跳過來 你未必知道她有個關係 不過Yumi那時候也很早 我記得那時候是 暴美第一個 所以她是最後最後 最後兩次 我都不期待 但你說 其實最後 其實最後桂馬是真的喜歡齒羅 但是她自己 喜歡這個 你不要亂來 千尋喜歡桂馬肯定 這件事是 即是初戀 應該有內疚 對 其實當時 其實所有人 連上 最後 齒羅也好 暴美也好 其實最後大家都知道 其實桂馬是在做事 才會這樣做 所以最後 暴美不知道 暴美也有些印象 因為她問了最後一條問題 就問她 你到底是喜歡我的 然後桂馬告訴她 不是 即是結婚的時候 所以其實 但是當時 暴美也知道 她說 她是有原因 才做到這樣的樣子 才說跟她要求婚 所以其實 當然 最後 去到學員制 那裡 整批樂隊唱歌 而齒羅在哭 她是想做這個感動的 但其實大家感覺已經不明白 因為 整場 如果她的女神 是說 只要桂馬去攻略過 其實他們都有記憶 其實就是等於一批 曾經被桂馬攻略過的人 她就去同一台唱歌 那你說 是否 阿齒羅會很感動 我就覺得 為何突然感動得那麼厲害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看漫畫 又看動畫 我不知道動畫觀眾 明明最後攻略是做甚麼 很簡單 全部女國都生下逆 即是女神 但你不是 但你都知道 今次演家自己過日失敗 因為自己沒有對逆 那你就會爆 而且其他千層比較重要 因為她是這麼多位女國人 唯一一位 她不需要神地下攻略 就已經喜歡她 就算你洗腦 洗多少次 她都喜歡她 這一點是其他女神 不會有的 不過她又說 因為她一來不是由雲上了身的目標 二來她又不是女神上了身的目標 所以其實有些人想法就是 是否因為她 就算她沒有任何這些特徵度 最後阿桂馬都肯努力去追她 即是有人這樣說 有人這樣說 而最後桂馬 其實最後 最selective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桂馬 她攻略完一個 她就當垃圾扔 即是看月潔 月潔 阿梨 她現在攻略完差不多 都不用理 那些角色已經可以撕掉了 差不多 最大的問題是 女神編 最大的問題是 攻略完之後的女角色 是不會失憶的 因為之前這麼多單位 她可以失憶 就擔心了她 怕她不會失憶 她在神誕人 沒有寶寶 攻略完之後她沒有記憶 沒有所謂 但這次不同 搞禍了千多單位之後 她有記憶 這件事是一個解題 會很深的 其實是一堆人一起會有解題 整個樂隊都有解題 即是變了桂馬 被戰鬧 他就要避開先的劍目 所以這件事其實 說了一點 之後會延伸到後面的 過去編 不過這個動畫 不知道有沒有第四季 那就是 失望嗎 這次說了 她想做一些很感動的劇情 我完全不覺得 即是想了一兩次 都不覺得 在那個情況下 很多泛幕懷 她搞到 中間都沒有了幾個角色 已經吸收了 是的 例如說探病 其實探病那部有原因 有些原因 因為她 怎樣說呢 最初 卡羅的按摩 不是那個按摩 是另一個按摩 那按摩之後 就會被桂馬 找到家裡 是啊 之後 探病自己會有緊張感 因為那個按摩 有人發現 因為同時間 做一件差跡 在舊按摩 聊天會議的時候 是同步做一樣的 即是手探病 是黑的嗎 是 那時候探病自己是一個 很緊張的轉折位 沒有了那個聲音 就被她探病了 那個本來是一個 眼鏡娘 即是眼鏡 又大眼鏡的舊按摩 你不記得 你看到那個 那個按摩 的協助者 會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搞定按摩 現在動畫 就不能做出來 畫來畫去 而且那個故事 簡單化到 完全沒有了迫力的 而且最慘的是 她那些最後的戰鬥犯 那些閃機東西 就完結了 他沒有了迫力 她沒有了幾個角色 已經沒有了迫力 那我就算了 我當你氣憬連鋼 打鬥遊戲了 但問題的 最後那部分我不介意 因為始終跪馬 她不是戰鬥角色 她說我做完事了 我做完就走了 其實慢慢都是這樣 她攻略 她攻略了角色 戰鬥不關她的事 戰鬥這些黑骨牙他們做 所以 我覺得她剪掉 她不做這些 我沒所謂 但是故事 你說最後想做感動 我就抱歉了 我真的覺得她動畫 真的做得不好 最後一句 完全不知道你為何要感動 你感動是可以很touching 可以很哭 你看漫畫 或者看原作 你會感動到的 但你看到這裏 怎麼了 你真的有很多 你真的有很多 拍千層和布比兩個人 有邪你到 你都拍千層和布比兩個人 你會感動 但動畫 其實千層六十港 其實動畫 還有沒有實質 所以感覺上 我覺得她是 整理了整個故事 整理了整個故事 很明顯 我覺得這個動畫 比預期差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換了那個 監督 因為第一二季 和第三位監督 完全不同 所以我感覺上 她換了監督之後 我覺得整個 雖然那個之前一二集 真的那個節奏很慢 但我覺得 她只能刻畫了一個故事 你第三集就在那裏 有些人在那裏 有些人在那裏 你會覺得 你要感動就難 那沒辦法 我覺得那一句 看完 第二句 我覺得肯給一些信心 第二句 我已經想頭髮了 第三句 女神編 我覺得 有興趣的 看漫畫 真的 看漫畫